空白的話就不要做任何事情 因為跳過了 再來的話呢 第二種條件的話呢 其實前面講過 大部分我都只有講說if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執行這個動作 頂多是加一個else else 要反之 相反的執行下面的程式 可是如果在這個之間有第二個條 if 第一個條件 else 第二個條件 那如果中間還有其他條件的話 請各位可以記一下說 這個地方還可以用什麼呢 叫做else if 第一個條件之外 條件1 條件2 條件2的話呢 就是else if 那後面的話呢 跟上面寫的方法類似喔 第二個條件是什麼呢 L1N 如果小於6 後面記得加一個then 加一個then 就是第二個條件 就是呢 它如果呢 字串的長度小於6 那它應該就是限式名稱 第二個條件 反之的話呢 那當然它不是0 也不小於6的話呢 那一定大於6 所以後面呢 就不需要給條件了 那當然特別注意 else 後面沒有then 只有上面兩個 後面一定要then then的話就是做什麼事情 再來的話呢 那else 那一樣跟上面的select case一樣 只差別就是說呢 最後呢一個and if 那一樣嘛 else反之就是說 如果它不是限式名稱 也不是空白的話 表示說呢 它是區域名稱 那區域名稱的話呢 我們x等於x加1 就是往下加 因為那個正列呢 第一個是1 從1開始 第二 二三是一直放資料進去 所以呢我們正列呢 第一個就1 第一次喔 然後把限式名稱放進去 第二個區域名稱就labs 第三個就rise 一slate推 那這邊其他都一樣喔 所以這邊我們來run 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最後呢 做出來就像這樣子 把資料喔 先刪除 清除一下 好好看好了 這邊 聚齊裡面的話呢 聚齊執行一下 執行 執行完畢的話呢 也是跟剛剛的select case 結果會一模一樣 所以這裡喔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select case 多條件之外 當然if也可以多條件 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可以 試著改寫成喔 用if的方式 來這個做多條件的判斷 多條件判斷 好把畫面呢 再換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